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翻红的话呢收在了144点均的上方 那么当前呢对应了这个级点呢 首先咱们前面讲到如果说所中没有的 那么耐心等待什么信号呢 强抵分上五均 今天是给了新低的 给了新低的话 但是收上来一个明显的下影线 如果说接下来的话呢 能够持续带量 给新高不给 相比于今天 那么给高点不给地点 把最好是把周四的这样的一个 阴线给覆盖掉 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强抵分就能够成立了 所以说呢下周一的重点观察能够的 能否上演强抵分的一个范畴 如果说能够上演强抵分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是有很大的 可能上演一比上的反弹的 这是从单根开线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因为今天给的新低 那么这个抵分还不能成立 所以说呢需要等到下周一的 一根开线 看看能不能如果说不破前面低点 9块9 同时的话呢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给覆盖掉 好 这是一种观察视角就是没有的 如果有如果说没有的 一旦呢持续方量给出这样的一个强抵分过之后呢 在强抵分成立之际就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点 或者作为一个机会点来去看待了 那么手中有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咱们前面反复讲到过 他日线是一笔下 但是呢在五分钟的走势图形上面来讲 他是属于五分钟的已经是属于第二个五分钟输出组件 出组件的话呢 咱们前面多次表达了一个纪念的 从他的位置和特征来去观察的话呢 他是类似于前面这个位置 好 我们来看从9块2毛2 这是下方的低点的一个纪念 上方13块5一带 好 那么前面的话呢 这个位置他是一个五分钟输 这是第二个五分钟输 当前呢咱们在这个纪念呢 讲到这是这个位置呢 就类比于前面 好 这个位置呢是B 这个位置是I 它的一个结构来讲呢 B等同于I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强 它完全可以向上打出一个 形成一个三点买点 五分钟三点买点 那么它可以直接往上 如果下的话呢 就主要不出现急跌 把前面的这样的倍值给跌破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下跌 反抽 给出五分钟级别三点卖点 再往下反抽 没有接触它 所以说呢 五分钟中输在这个位置 是逐渐的 如果后面呢 主要说没有出现最极端的方式 一口气向下 把前面这个倍值给打破 打破之后呢 它完全可以组建 第三个五分钟输再往下 所以说呢 这是最弱的情况 最后呢 当前走的法呢 是属于今天呢 给了一个下探 下探的话呢 那么五分钟的趋势下跌 趋势背值结构是比较饱满的 结构饱满的话呢 那么走出来一个向上 五分钟的一笔上 而且呢 进入到前面这个中枢内 所以说当前的几点呢 是和前面这个位置 是非常相像的 那么我们来对照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用残论结构的 一个视角来进行推演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呢 像今天 我们来看今天盘中 今天盘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这是一个五分钟的 好 这呢 是属于五分钟的 一个线段上的发展当中 而且呢 是已经进入到前面 这个中枢内 五分钟级别的三类卖点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话呢 那么后面的观察节点的话呢 最强是什么时候呢 最强 就是比较强势的表达 这个位置持有往上 然后的话呢 把前面这个平台给突破掉 突破掉之后的话呢 如果说回落 五分钟现在下回落 连前面这个平台都不进入 它就属于五分钟级别的 二三类买点的重合 然后呢 过去一个五分钟之后再往上 这是一种比较强势的表达 好 那么如果说中等一些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往上没有打出高度 但是回次 那么的回次的话呢 最好能从九块九的位置 然后呢这个连个半分位附近 能够止住 然后呢五分钟线级下回落 给出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然后再走一个五分钟的主持练习上 好 那么只要说呢 后面回落不破九块九的位置 都可以期待一个 期待一个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就是五分钟的反弹 五分钟主持练习上的一个反弹 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了把九块九的位置再破掉了 那么对应了 它的走法呢 还是以这个位置中枢的一个延伸 从延伸过去的话呢 那么还是按照咱们前面表达的一个视角 什么视角呢 和前面相比较来讲 主要背次关系还存在 那么还是五分钟级别的 趋着下跌 趋着背次 好是对方大单数 常论结构的一个视角和观察 那么结合呢 咱们来看从四开线 咱们对照一下前面这个位置的下跌 下跌过去呢 给出一个明星的下影线 下影线的话呢 后面这个 包含的十字星 而后的话呢 反弹 反弹的一个基点呢 当前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视角是什么 当时在这个节点 咱们是用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是 当时是两处的位置 都是用五分钟级别的 五分钟趋势位置一买 好 五张的五分钟呢 在这个节点 我们来看后面跟踪的一个视角 可以参考后面这两次 只要说呢 不给出 不至于给大陆星低 而且呢 不出现几跌 不打星低 那么呢 后面的跟踪一个节点的话呢 列说 好 这是五分钟二类买点 这是五分钟二类买点 这个位置呢 是强底分形成之后 五分钟的二类买点 前提呢 不给予打星低了 好 不给予打星低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后面看他的力度 力度强 那么可以走出这样的 走出这个这个样子 力度弱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参考高点 低点半分位附近 如果说呢 内部 五分钟的一个组织类型上 已经走完 走完的话呢 有被迟 而且能结构是饱满的 但是呢 空间有限 那么呢 反而要找卖点了 所以说呢 后面的力度是不断去跟的 好这是对于方大摊数的 一个技术比较 然后呢 咱们再用多个维度 例如说从周开线的 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那么周开线的维度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他已经连续 加上本周的话呢 已经连续六周的 这样的调整 它是属于周线的一笔下 那么下周的重点 在什么地方呢 重点能不能形成 一个周线的一个底分 如果说这个位置 能够形成一个周线的 一个强底分的话呢 那么他的一个 后面的反弹的一个空间和 结构如果说能够 期待周线的一笔上 那么 基本上呢 是背着前高去了 好 那么同样呢 这是周线的一个视角 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从周线的一个维度 从五块二毛三以来 那么他的一个表 还是周线的线段上的延续啊 这个线段上的延续是呢 周线的一笔上 周线的一笔下 周线的一笔上 好 周线的一笔下 周线的一笔上 周线的一笔下 周线的一笔上 周线的一笔下 只不过呢 这个位置还没有出现 就那如果说 接下来能够出现 日线 先出现日线的强底分 然而再出现周线的强底分 那么他的一个机会 才会更加的确认 或者呢 像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才会更加的饱满 反之 如果说呢 量能 我们来看前面 出现这样的底分过之后 他必须伴随量能的放大 那么才能够持续 如果说后面呢 反弹了 也呈现底分了 但是是个弱底分 量能始终跟不上来 那么量能 如果说不能像前面 这样的一个方量 前面这样的方量 那么的话呢 对应的来反弹的话呢 实际上是要找卖点的 如果说能够量能够跟上 结构的话呢 内部结构来讲 是属于不断走强的 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呢 才能够进一步期待 那么再结合 再结合这种趋势 直升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他的一个节点 他也是当前的位置上呢 他也属于这样的一个 趋势直升的一个 趋势直升线的一个节点上 所以说呢 对于方大参数来讲 咱们前面对他的一个 态度是什么呢 说中有的 那么等待一个相当反弹 如果说给出一个 五分钟主持类型 日线的一笔上 三分线的上 五分钟主持类型上 看力度 到时候再做卖点 就是即便呢 意思被套了 咱们前面讲的 既然说靠近前面这个位置 那么对应的 最起码的这个节点 他不是一个 止损的一个节点 说中没有的话呢 只是说用前面的 像这样几点 二来卖点 五分钟二来卖点 或者是日线抢底分 形成之际 那么再做一个观察的视角 那么抢底分是什么样子的呢 前面这个位置 就对抢底分吗 阴线 这是低开 这是一个 带下一线的 后面一根阳线 把前面阴线给覆盖掉 所以说下周的话呢 还是很值得去观察的 如果说市场的走势呢 没有必要去猜 但是呢 完全分类和推演 如果说像好的方向 我们这个怎么应对 如果说像弱的方向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待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 观察视角来讲 五分钟已经 日线一笔下 已经走得很长了 五分钟的趋势 被吃结构 也偏着不要饱满了 偏饱满了 后呢 那么在这个节点 最起码就等一个 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好 这是对于方大贪数的 一个态度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 一个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 今天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好 再见